或者最新出來的這個行政命令 那個範圍都廣的 除了生物科技今天大家會關注到若名生物或者CRO系的股份反應特別大 這個是受累的板塊 而其他呢 其實他比較空泛一點的 這次未真是很細節出來 包括了一些的 譬如農業化工、半導體、生物科技有很多 其實一系列他都想支持本土的發展 但由於就未有細節出來 所以其實相關股份昨晚沒有因為這樣而有很特別大的反應 可以等到星期三開會會不會有多一點的細節說出來才可以再去看有哪些會受惠的 其實他們這一輪出了很多這些相關的政策 就是之前比較重的就是半導體和太陽能 暫時這一波預計應該未必有這麼大的影響 之前就是有 首先半導體法案 想支持本土的生產 也都是 吸引一些海外的代工 譬如是三星、台積電 去美國那裏去 設廠、生產 但其實這一個是在他的法案通過前章中謀 也有說 效用未必會太大 因為這些補貼 你又未必長遠補貼 一次性 其實 那些補貼可能一年都未夠 那些開支 變了 其實都要回歸自己的公司的基本面 如果你要去想半導體法案 他知道哪些是比較最受惠的 其實就應該是英特爾 但由於英特爾其實這幾年表現都不佳 所以其實 他的股價可能有反彈也很少 變了都要回歸那個企業的基本面 所以有時候就算一些 受住政策去提升得來 他自己本身整個 大環境 還有他自己一個的業績表現 全部都要做好的 這樣才行 比較好 當然都是回歸新能源那邊 就是太陽能那邊 這個也是之前選的 FIRST SOLAR的思路來的 因為 你如果要將一些 將太陽能的產業回歸本土 究竟是太陽能的哪一部分 應該就是太陽能板 因為這件事是他比較依賴中國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會選擇FIRST SOLAR 但當然現在其實也 不會可以進入 因為他不斷升 其實基本上都 沒有回歸過 之前到現在其實八十幾個百分比 所以現在呢 究竟怎樣去 部署這些類型的股份呢 首先呢 如果他繼續上就繼續拿著 有一個指賺位的 指賺位可以放在 1111.2 已經是最近考的支持來的 其實會比較天向期望 是肯定有沒有機會是加到倉的 如果他回到得來 你再有新設置可以加倉 但現在完全沒有回到 就不會 無緣無故加了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回過 一直不斷升上去 如果萬一他 會不會 是不是資金上有什麼事 還是市會不會拉起來 都建議會適合吃糊的 如果真的拉起來 穿111.2的話 現在就沒有回家 不過他 這一種是去駁他會最受惠 他們也有響應到的 就說響應著 這個政府的支持 的策略 他們最近就有去擴產的 最近也有新的項目 現在在做 另一個 你說如果真的要 未有接觸 未有去做這個 板塊的部署 如果自己 又想去做一下 有沒有那些 沒有那麼爆聲 或者起碼有回一回一點 有新設置的 可以看看EMPH M-Phase 那EMPH M-Phase現在要擺放他的防守 可以擺放在271.75 那就是在 剛剛沒有多久前 9月頭的低位來的 的 這 是